大家好,我是若线烹调师,木村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个健康而有营养的菜式 就是XO醬火腩炆海芯 今天和大家介绍这个菜式 我们用非常简单的材料就完成了 我们预备了少许蘑菇 今天的重头主角,澳洲海芯 少许烧腩,还有葱,干葱头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预备这个海芯 其实大家可以试试自己浸发的在家里 甚至市面凍肉袍也有些已经浸发好的 大家想方便也可以在那些地方买到的了 已经浸发好的海芯 我们可以在中间切开它 我们可以切开一个粗条形状 一会儿炆的时候就会方便些 好,软快就切好处理好食材 那么健康的菜式,当然要一个特别的锅 这个是来自日本燕三条制造 生滅品牌的质化芯箭锅 好,事不宜迟,立刻和大家示范 首先我们就先开锅 因为它是铁锅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消气铁锅 然后才下油,保保不会黏底了 你见它微微的出烟的时候 可以加少许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干葱头 我们炆的材料不需要切得很小 我们圆粒放上去 让它慢慢煎干葱的香味揮发出来 因为这个铁锅很特别 它旁边是一个锤木纹来的 所以它加热的程度会很快 你见到干葱头 开始煲煲煲煲煲煲煲 那些油开始滚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切小一点 煎到微微的金黄 我们可以反一反去 大家留意到 因为这个心煎魔的特别是什么呢 见到油在那里爆爆爆爆爆爆 但是就没有弹出来 因为它这个设计就是 可以令到油尽量在里面 就不会弹到自己的 好,下一步可以放蘑菇 放下去之后 很快就能闻到蘑菇的香味 稍微煎一煎 让它更香 蘑菇本身对身体的胆固醇有降低的功效 所以我们可以经常用蘑菇去做食材 接着我们可以反一反去 尽可能两边都煎到金黄一点 一会儿再炆的时候就会很香 而这个心灭的心煎魔 它这个设计市面就比较少 无论煎炒或煮炸都很适用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 我们这个火腩 放进去 那火腩 它不单是有肉味 而且它因为烧过来 所以令到你的菜色 会更加野味更加香 那我们煎香它两边金黄色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主角海芯 好,现在已经闻到火腩的香味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海芯 那刚才浸泡好了 已经切开了 那其实大家可以用姜去出水 一来可以去沙拉 二来就会方便些处理 那我们现在加上澳洲海芯 加完之后呢 我们加一点点酒 涂在这个边 哇,立刻听到咋咋咋的声 因为它的传绿真是很快脆 那我们可以炒均匀 它几下 闻到香味了 已经散发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可以加调味了 那我可以加一点水 那我可以加一点色盐 因为火烂本身有咸味 那所以呢 大概加三分一匙金便足够了 加一点点水 那上绿根 少许都加一点糖 大概还是三分一匙 我们可以加一点蚝油 使它味道更加鲜 Ouais 最重要就是加XO醬,因為XO醬本身已經炒製過,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早下 下了所有材料,然後我們就炒均勻 如果想再香一點,我們放一點蔥白,然後就可以吸蓋 好,接著我們吸蓋,等它大概5至6分鐘 這個時候我介紹一下海參,其實我們一般可能在新年的時候就會吃到 海參這個食材非常有益,對老人家或者年輕人都很好 因為滋陰的功效可以改善你皮膚的狀況,也可以延滿衰老 所以老人家吃了,當然會身臟力健一點,但年輕人都可以改善皮膚的狀態 嘩,非常之吸引,那個香味逼出來了 因為剛才炆了5分鐘之後,你看到顏色很美,還有香味很厲害 這個時候我們打開蓋,可以埋上生粉芡,讓醬汁可以包住它 好,完成了 不單有肉味,還有海參的爽,還有它的功效,非常之健康 一道這麼簡單而健康的菜式,很快就完成了 好,用心滅、心煎鍋去做這個菜式,不單快,而且很方便 大家儘管試試吧 1,5,5,10,4,5,20、4,15,5,20,4,4,6,5,5,6,5,0 雲,2,3,1,5,5,5,0 4,8,1,5,5,4,1,5,6,10,4,4,8 2,3,2,4,5,5,4,5